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崛起了 包括了外交能力还有军事实力都是如此 然后呢周边的国家呢 很多都是希望跟中国大陆和好 有一些经贸上的往来 但是呢你这个菲律宾啊 真的不要再乱了 尤其呢中国大陆 真的是有可能也会出招的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有说 这个呢菲律宾8月3号 进南有海警啊 9701号这个滞留在仙兵礁 然后也有一些船只呢到这附近去 历经滞留很久了 那现在又有船只到这边去 你又想要在仙兵礁挑事吗 另外呢彭博社有介绍说 哎呀秀吉斑斑的马德雷3号啊 之前呢这个菲律宾已经进行了加固 让这艘破船还可以再用10年 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荒唐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呢 这个整个南海地区的主权呢 我必须强调啊这个 南海地区的主权 全世界都一样主权的维护啊 是一个国家的首要职责啊 那如果你国家不行的时候啊 那你就没办法维护主权 你国家行的时候绝对不容许 主权有任何被侵扰的可能性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就是说为了这件事情 大陆拿出这个历史上的资料啊 拿出一种什么档案的资料啊 这些的话呢 就是说明的话要证明这件事情 就是主权明确 所以南海行为准则的话 原来菲律宾越南 加上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也都承认 就是南海行为准则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八个字 主权明确利益共享 就这个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容忍嘛 就是说因为主权的话呢 我利益不要独享 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那菲律宾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也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相信啦 菲律宾这边本身的话呢 第一个是国内的话呢 也有这种好像民族气节的压力 就觉得说 这个南海的地区的话呢 主权全部 就是如果没有生疏的话呢 就是仁爱礁或者仙兵礁的话呢 对于南海来讲的话 是大陆宣扬它的主权的范围嘛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美国在底下拱火了 菲律宾哪来这么大胆子啊 原来的话呢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原来马可是七早八早到大陆去 原来这个是 以前这个杜特迪的时候 他们老早就是 已经接受了南海行为准则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觉得大陆的忍耐度 已经算是表现得不错了 好几次都已经到了 他们那个船只里面 彼此都相撞过 水炮的话呢 都越来越加强 我觉得菲律宾在闹下去的话 现在马德雷三号本身来讲 这种修护的工作 还能够再用十年 我觉得讲这句话来讲 都是别有用心啊 因为美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目的就是说 要让这招破船 在那边坐船坐很久啊 那实际上来讲起来的话呢 你能补几个洞 我就给你挖几个洞 那这有什么办法啊 对不对 你在旁边的话 照个岛把你围起来 然后给你挖几个洞 然后沉掉 对不对 这个事情实际上讲起来 我觉得你一定要感谢大陆 本身来讲在容忍的态度 对不对 就像我常常在讲说 我们台湾长期来讲 我们应该感谢大陆 不但容忍来让你在那边做生意 让你发财什么的 他不跟你用强的 这个基本上来表现 是大陆基本上 就是和平崛起的方式 那你菲律宾如果太不四项的话 迟早要出问题的 对啊 其实你在大国前面 这个闹闹闹 你呢真的觉得说 大国会忍你一辈子吗 尤其是之前 在俄乌这个局势 我们也看到 如果乌克兰 这个执意要加入北约等等 俄罗斯也会出手的 所以你在大国面前 要好好学习怎么共处 那尤其是来看到菲律宾 你这么闹 但是周边的国家 其实希望跟中国大陆 发展经贸的关系 东盟阿西亚都是这样子的表态 然后呢 那现在美国就不断拉着菲律宾 你往前冲 日本往前冲 所以就拉着美国的盟友 也要来表态 比如说现在看到德国防长 他最近也去了菲律宾访问 到了菲律宾 跟他们防长在马尼拉会谈 加强军事合作 还反了南海什么单边扩张 这当然就是要指中国大陆 他仿飞前 他还到了美国夏威夷 韩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2024等等 所以anyway他就是不断的 想要再挑事吗 中国大陆军事专家张军社就说了 其实非德加强了军事合作 就是要向美国来表明态度 然后德国就是想要再刷存再改 是一种投机的心理 德国跟菲律宾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搞不懂 然后看了那个德国外长 胖嘟嘟的跑到夏威夷去的话 就跟那个旅游团 那个里面的话一模一模一模一样 什么国防部长 基本上就是旅游团团长 对不对 我根本都搞不清楚 他们直接要这样干什么 那个讲得非常对 那个军社里面那个讲得对 张军社 张军社讲得非常对 他就是 他不但要刷存再改 他要告诉美国 菲律宾并不寂寞 我们德国这么远不都来了 加拿大也来了 来干嘛 投名状就对了 你要干什么的 什么投名状 他根本连投名都没有投名 他基本上来了 就是玩到这边 与其只玩这个 这个夏威夷的话 不如连马尼拉一起玩了 那基本上除了玩以外 还有什么用处呢 对不对 因为这里头讲的问题 实际上讲起来 你刚刚讲到大国之间 我跟你讲 菲律宾斯讲那个话 就是无理的大国的态度 对 他都讲说 我们要的话 你根本想都不要想 你以为中国过去是迟数吗 对 大陆可以讲 大陆说南海在出交的话 我们要人工天岛 人工造岛 你根本想都不用想 我们从海南 给你修条线过去 其实如果中国大陆 要的话是可以的 对啊 就是没这么做 因为本身来讲 就是想到 要以和平崛起 要能够跟大家 好像是这个 远交进攻 然后慢慢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 本身来讲的话 一直强调自己的立场 我说过大陆目前为止 真的是整个话语权上来讲 需要大家努力把劲 那剩下的话 像德国跟菲律宾 是我看过 今天的消息里面最荒唐的 德国跟菲律宾有啥关系 他跑去了干嘛 他能做什么 德国自己现在惨得不得了 你们到德国的话 我的朋友在德国 他们生活贵得一塌糊涂 整个欧洲地区的话 大不如从前 那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家内的事情都搞不好 还跑到菲律宾来 做样子给美国人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荒谬的事情 德国之前也被讲说 你想跟中国大陆和好关系 但是你又常常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难怪有些地方 也对你不是很信任 那说到不信任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你可以看到 现在还说什么呢 哎呀中国大陆 退出我们的这个铁路计划 就苏比克跟克拉克的 铁路计划之后 因为呢 中国大陆跟你关系不好吗 但要退了 然后菲律宾说要寻求 每日为价值62亿人民币的 这个铁路呢 提供资金 要找接盘侠啊 但是呢到底会不会出资呢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计划 其实原本就要帮你的 你这样搞成这样 人家干嘛帮你呢 那尤其是 你好像以为说拜登 给你一些帮助嘛 什么呢 未来五到十年 可以给你一千亿美元的 投资计划 哎呀美国拜登 最会搞这一招了 你都可能快下台了 川普上来给你这个钱吗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你知道什么叫苏比外 什么叫克拉克的军事 就是空军基地 这是原来美国跟菲律宾 长期维持军事盟约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军事基地 一个是空军的 一个是海军的 然后呢 因为那个菲律宾本身 说句良心话 不太争气 就是想要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地理位置好 不要忘了 菲律宾在整个巴塞海峡之外的话 有七千多个岛 那整个对于南海的控制来讲 它是有很大的帮助 原来中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基建延伸到菲律宾 跟菲律宾关系搞好一点 为什么要搞好一点 就是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立场 所以南海这边 大家不要兵荣相见 这不是给你面子吗 好了你现在的话 闹成这样子的话 大陆本身的基建 基本上不会是为了赚钱去的 那美国跟日本的话 他们要商人要来 要来就是为了赚钱的 要赚钱的话 怎么能够跟中国比呢 所以菲律宾现在感觉到 他算你比账的 讲说我现在听你的话 搞了这么多事出来 但是我的损失的话 原来中国的基建没了 现在你两个给我补充一下 那美国跟日本 美国眼里 美国眼里连中国都没有了 哪里有菲律宾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那日本的话 本身就跟着美国走 美国眼里没有了 他也不会有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讲这种事情的话 根本就没有用 那拜登自己 头脑都糊涂了 他都不晓得还能够撑多久 真的我自己都不晓得 拜登做这种承诺 一千亿美元 从哪来的 你难道美国人不知道 自己的帐 已经大骷髅一大堆了吗 对啊 美国的都已经 美债高竹 已经35兆了 那你哪来的钱 那尤其呢 拜登很爱给这些 什么基建的计划 要给这个菲律宾 这个中南美洲 非洲 这些基建计划 但是呢 都是在天边的 不太可能会实现 中国大陆真的是实打实的 他可以帮助你 结果你不要 搞了半天 你要这样每日接盘 怎么可能呢 台湾就吃过亏 台湾的高铁 不就日本帮忙干了吗 不断的追加钱 台湾有钱 菲律宾你有钱吗 你也没这个底气 好 另外再也看到呢 说你抹黑中国大陆 但是呢 现在中国大陆 单方面开放免签 结果现在一个热词来了 China Travel 然后呢 到中国大陆游玩 China Travel火遍了全世界 张伟老师说 这个西方啊 丑化中国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呢 你让很多人 来中国大陆玩之后 就发现 中国人稀以为常的事情 结果呢 西方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说 小朋友女孩啊 都可以在凌晨 在街上闲逛啊 不担心被抢劫啦 地铁很干净啦 都很便捷啦等等啦 所以呢 让外国人来中国玩 就可以呢 打破这些框框架架 你这个问我 真的是问对了啦 就是我不是吹牛的啦 是 我这个特别喜欢 Travel in China 我跟你讲 这里头啊 你刚刚这个 因为张伟伟讲的方式啊 他那个介绍来讲啊 就是没有介绍到骨髓啊 他比较文周周啦 对对在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吃喝玩乐啦 我说一句良心话 只要你不犯法 什么都准许的啦 就是说只要在法律范围内的话啦 好玩的不得了 我最近我随便挨个条啦 我自己 因为我 因为你我们都喜欢去成都嘛 对不对 我是因为你喔 对对对 我今年特别去成都玩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而且我自己要告诉你 就是说成都的玩法 有好多种层面啦 但是这个今天不讲 我讲我最近到了一个曹仲宗 就是曹山的佛学院 我替他们做一下广告 我去那边上课 是个五级线啊 我去的时候觉得交通好不方便 因为我从福州搭了地铁 搭了高铁啊 只有动车没有高铁嘛 也坐了差不多三小时 从到福州也还好了 就是到了 我到了那个乡乡又一看 哇塞 我对你讲 很像是我当年在欧洲留学的感觉 五级城市啊 那个我那个 那个庙叫宝基市啊 那个主持本身来讲 哇对他印象好得不得了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 我去之前问说 你们这边到底有没有网路啊 因为我常常要做很多事 结果后来 比五星级大饭店还舒适 又大又舒服 而且里面的话 说句良心话 我觉得有一点冷气过强 还不会跳电 然后吃得好用得好 然后玩得也非常好 而且的话里面的名胜古迹非常多 完全满足了我的文化上的胃口 而且他居然是在这个福建跟江西征 隔着五一山的另外那边 那边的发展上的整个过程来讲 我必须要强调大陆的整个建设 就是China Travel 实际上是一个副作用 因为建设为主 那好不好你自己来看 就这么简单 是那这也代表充满了中国自信嘛 我就开放大门让你来看 你真的抹黑我还不如真的来看 那尤其是最近那个 因为我刚去了西安嘛 西安我也看到很多的外国人 因为我发现说在抖音上面 不断说什么很多外国人到西安来 而且呢办这个汉服 很多外国人办汉服 我也去西安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大家抢着要去中国大陆体验中国文化 我先介绍大家 如果你喜欢文化 喜欢文物的话呢 请你务必到陕西博物院 另外的话呢 等一下 陕西博物院我必须说 我想去抢不到票啦 对因为他我跟你讲 你要透过认识的人帮你买票 否则你真的 我就是一般人啊 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大陆有两个博物 就是一个叫河南博物馆 另外一个陕西博物院 他们就是历代的首 历代的国都嘛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陕西博物院里头 通通都是宝贝 而且都是大型的 那个实在是去 看了以后 那个西安本身 随便举几个重点 第一个城墙 西安城墙 是完全可以上去看的 你就知道当年中华帝国有多伟大 你知道吗 真的会掉眼泪 你会觉得说西安那个 永宁门 就是从长安 我这买希望西安改回叫长安的 因为长安 长安好美 我觉得叫长安很美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 这个大唐长安业 就是这种感觉 大唐不叶城 大唐不叶城或是什么的 因为到了 你还在到了那个兵马用的地方的话 那一定要去 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 太震撼了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它有回民街 民族融合 你知道那个回民街里面的融合 在西安的市中心当中 也只有说明 我说句良心话 这不是我在讲 只有中华文化能够跟回民 相处得这么好 因为其他的地区来讲的话 那猶太人在中国都不见了 在河南都不见了 猶太人在中国为什么不见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重视 只重视科举 猶太人爱读书 你考完试就可以当官 他就没有被歧视的问题 马上就自动结束了 所以猶太人基本上在中国的话 就已经因为科举的关系 所以他自动不见 但是西安本身是整个文化当中 讲到西安的话 真的要拍一个专辑 因为我说没有时间 因为你那边主持人叫我快一点 西安的话要慢慢品味 它这是文化 感觉的文化 而且特点我又要讲出来 你在西安看到很多人的头型 长得很像兵马庸你知道吗 哪有啦 哪有长得像兵马庸 你那边说的故事 你知道兵马庸都是单眼皮吗 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嘛 你知道吗 单眼皮 好 我跟你讲 大陆网友跟我说 因为导游跟我说 那个兵马庸都是单眼皮 然后我就发了抖音 就说这都是单眼皮 结果有网友说 不是 是有双眼皮 但是它是画上去的 就出土之后呢 画上去就掉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兵马庸 都是单眼皮 但是里面也有几个 是外国人样子 外国样子啊 有有有有 它其实是蛮多元的 因为西安它本身 是当年的国际都市 就是从清朝开始 是当年都市 对对对 说这兵马庸里面 在秦朝的部队 可能都是单眼皮居多了 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如果我们有穿越的话 我再告诉大家 当年的秦朝 你会去看武则天的幕 乾陵你去看了没有 我没有去 但我有看那个大唐不夜城 还有那个杨贵妃 跟唐太宗 洗温泉的地方 华清池 华清池 那个我有去看过 那个我都有去看过 因为我喜欢 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黎珊的那个 太远了 我们不用去几天 好不好 老师 好anyway呢 China Travel很红 那另外再来看到是 老师要灵魂拷问了 现在如果说全世界 发生战争 资产你要往哪摆呢 灵魂拷问了 如果世界发生大战的话 经济崩溃 你要怎么守护你的财富呢 那为什么真的有可能 这个财富 因为美元 我们以前都用美元 但现在你看中东乱局来了 黄金还有这些 通通都涨了 原油也涨了 那最近这个亚洲股是崩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美国也不好 然后INF却是上调重大GDP 说今年增速是5% 2025年是4.5 本来看衰现在也上涨了 那美国的部分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数字 联邦政府债务突破35兆天 突破35兆 35兆 特斯拉马斯克就说 真的走向破产了 我必须坦白讲 因为这里头涉及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财观念 因为我在台大上课上财经哲学 财经哲学 财经是有哲学的 你首先要了解 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的 这个货币的价值出现问题 你的贬值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因为的话 如果你自己的话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简单 美国人的生活 极其享受的结果 有35兆 你知道35兆美元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这个每天种乐透500万的话 你要连续每天种 种1000多年 这个才叫35兆 大概要1600年 那你这个不得了 这个数字还不起 你想赖账吗 我跟你讲 现在全世界 唯一就是非常非常小心防范 这种金融风险的地区 只有大陆 只有大陆 为什么 其他都是有解入社 有社入解 你现在要美国人 每个月就是想要在两三千美元底下 要能够活着 他们都喊不可能 因为疫情期间发就发这个价钱 其实我要问你两三千美元 我们就两千美元好了 两千美元的话 就是一万四千块人民币 在大陆是一个很不错的薪水 很不错啦 对不对 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目前为止 如果你有资产要规避风险的话 其实人家早就开始动了 一定要离开的话 就是美国有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讲的 今天这个李正道在这个旧金山国事嘛 那个旧金山原来他住的时候 我们从小认为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条歌叫 叫San Francisco 这个就美得不得了的时候 现在旧金山 你们街头上光游民帐篷 有一万四千多住 然后大家都不敢在市中心什么的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这是不是旧有自取 你问全世界哪里 你的资产要往哪里走 我要建议大陆的房地产 你说往大陆房地产走 对应该是吧 老师已经点出了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在房地产 是比较低迷的时刻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都在进行点火的一个动作 希望这个挽救颓势 然后让大家更有信心 老师点到一个观点 现在是第一嘛 我就要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政治经济学嘛 因为你政治的制度 才能够维持经济的繁荣 那你如果说是 像美国现在这个政治 因为说出来的话 大家提到美国的政治 连美国人自己都摇摇头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马斯克也说 马斯克自己都讲的 都快破产 那英国的手 刚上来手 不知道一个礼拜 就是我们已经破产了 这一天大暴乱 大暴乱 那你完全无法想象 你看世界在乱的一个过程当中 谁才是比较稳定的力量 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 他很强没有错 但是他滥发钞票 让他自己美元的信誉扫地 然后又不断的升息 升到全世界都遭殃 那现在要不要放水呢 要不要在这个降息呢 也引发讨论 因为你降息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呢 真的撑不住了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字 说非农就业只有增加 11.4万人 远低于市场预期 17.6万人 所以你经济是不好 才降息 这等于是美国最坏的状况 而降息 对啊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非农就业 就是说你因为就是那个农 在田地上没有就业不就业的问题 你有地就有得耕嘛 对不对 非农就业 比如说你在公司吹着冷气 接电话什么 这个叫非农就业 那问题来讲的话 你的利率已经高达5.5% 我们平良心讲 你做什么生意能够确保 你躺在那边就赚5% 就算你这个努力的话 只赚0.5% 6%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生意 能够每年固定赚到6%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很少 对不对 一般来讲的话 不赔就算赚 所以说做生意的人都懂 他们就等着 那个机会来之后 好好捞一桶金 就算了 就算了 对不对 十年来也不见得碰到这样的机会 其他的话 少亏为赚 就这种情况下 那美国现在的话 搞得利率这么高的话 请问 大家谁不愿意把钱 放在银行里头 就躺着就不要动了就好了 对不对 你像那个日本本身来讲 就被美国害残了 对不对 日本就真的是被害残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鼓励大家就业 鼓励大家就业的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吃得苦中苦 对不对 这个就很简单的道理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们坐在那边有冷气在那边讲 我们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 也很辛苦 家园我是看在眼里的 有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 觉得说是 你反应那么快的原因 是七早八早就在准备资料的 才会反应快 所以这个都是努力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躺在那边不做事的话 就有利息拿的话 那你大家都不愿意做事 美国现在的非农业人口的下降 不如预期的原因 就变成一个趋势 他吓不到 所以说鲍威尔就讲说 我们九月份看样子 非降息不可 你再不降息的话 美国怎么会发展呢 对 所以我们知道 华人都是比较刻苦耐劳 美国赚快钱赚得太爽了 太疏爽了 现在你要他 好好的认真的做事 真的可能有一点点难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融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融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融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融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融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